现在是早上九点半 但是 我是来买个午餐 今天午餐的目标是什么的 这怎么这么多人 今天的目标是折一个 放牙白没有在这里 放牙一个有被冰 放牙不在里头 放牙没有了 他家这也好样 你还想吃什么 包子现在都有什么的 包子 包子我们有白菜猪肉 酸菜猪肉 鸡蛋 三心都有 来个猪肉的 猪肉看什么 猪肉都有什么 那个猪肉 猪肉白菜的吧 然后那个牛肉的还有吗 包子没有了 那就那就再来个猪肉酸菜的吧 牛肉馅饼 两个分开装 牛肉馅饼 两个分开装 这样撒包还更开吗 对 你这馅饼都有什么的啊 馅饼有猪肉的牛肉的 鸡蛋还有什么 那我来个牛肉对吧 牛肉来个刚好快起来吧 行 谢谢啊 谢谢 谢谢adem 大家好像是加了点酱母 牛肉的是两块七五块 然后有一对素动饺子 今天这是我们不叫天津包子 今天这个叫在纽约吃个包子 吸起上次煎饼果子的教训 所以这是在纽约吃的 然后它号称是天津的包子 然后因为这家是我经常吃 就是如果大家看我视频的话 就是我三月份的视频里还有呢 我经常就去他家买包子 因为就是便宜嘛 就是以我的饭量的话 就是两个包子 然后就是三块钱 对吧 我就一顿饭 不管是中饭还是晚饭 我就吃饱了两个包子 然后那个疫情来了之后呢 他家就关的就比较 算是比较早吧 没等我做他家吃播 因为当时我是想做一下 介绍一下他家 然后没等我做吃播呢 他家就疫情来了就关了 还动作蛮快的 所以好像他家重新开的也比较晚 然后就算是怎么说 可能是七月份刚开吧 然后加了一个馅饼 然后馅饼我以前没吃过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 但是包子我是我是买的 还可以试一下 然后他家这个包子呢 就是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就尽可能买他笼屉里刚拿出来的 笼屉里刚拿出来的就比较 怎么讲就 味道会不一样 因为如果他是 因为我没去过天津 我也没吃过正宗的天津那个包子啊 但是我以我所了解的天津包子来讲 就他家做的还是算是对的吧 就这也就是因为时间有点长了 他是这种发面的 然后呢就能看出 就这明显有葱姜水的味啊 就已经进到这包子里了 然后但是因为我这 九点九点半买的 然后我到现在已经是十点半了吧 十点四十点四十了 我现在录这个这点时候 说 已经是有点凉了 如果有容器里的 尽量拿容器里的 然后能看出这个 这是酸菜的 他家那个馅呢 是那种特别细的馅 就你吃的时候吃不出颗粒感的 搞得很细腻 然后 咸袋味什么的是都够的 就你不需要 什么酱油啊 醋啊什么的都不需要的 然后 直接吃 但是呢 就好像我 之前在那个评论里说的 是他就 就工作日 不管是早餐的还是午餐的 他家这个包子呢 你是不方便的公司吃的 因为 这个葱姜蒜呢 放的是很足的 你看 我所了解 天津的这个水馅的包子 就是葱姜水呢 虽说已经进到包子里了 但是 如果你就这么在公司里边吃 是拉仇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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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还不需要 不需要 上地铁之前也不要吃,除非你有条件刷个牙,竖个孔 东北人,吃饭不配算,味道少一半,为什么我敢这么吃,因为现在美国的复工又反弹了,所以我那些客人又没生意了 全都没动,我客人没生意,我也就没生意,所以我去公司也没用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吃的状态不是太好,因为他这东西我是非常喜欢吃的,尤其包的热的时候 但是呢,我刚才录一段了,已经吃了一个包子和那馅饼了 看之前那个录像能看出来,就是我是买了三个的,然后我在发现呢,就只是两个包子,然后他那馅饼也特别大 所以他那馅饼吃完之后啊,加上一个包子,我就已经饱了,所以这个刘若是要晚上吃的 但是那段录音没生,又出问题了 我这段是补的,看我吃的状态服势太好了,因为他家东西我特别喜欢吃 虽然咱说,虽然咱不敢说它是正宗天津味道吧 但是,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是特别喜欢吃他家这种包子味道的 味道足 你看这儿,它那个水已经都浸到这个 在面里边上,你看这,这么厚的 那盖皮,全都浸过去了,已经在外面能看上了 这就是,和馅的葱姜水 以我,没需过千斤 然后,对天津这种水馅包子的了解 这做法是差不了的 好 那大家说说那个,那馅饼 那我吃呢,我可能还是先包子 哎,那个馅饼吧 它那馅饼,做法有点像包子,你知道吧 你知道,也是窝一堆褶 但它那个馅饼是死面的 不是一种发面的 但它也是窝一堆褶,然后也压平了 它也是按那包子露出来的 然后,这导致于什么呢 就是,它那包子一面是特薄 它一面就有,那褶子那面就,皮就厚 那死面的,那块吃着特费牙口 那就不像这种发面呢,哎,你这 厚归厚的,它的鲜火,好嚼 但是,要是没这包子呢,那馅饼我也吃 我也挺爱吃,因为它就是这馅儿了 但是,因为它那个馅饼是那个死面的 然后,它那个,葱姜水啊 就,一弄不好,就已经漏出来了 像这种,就不是现场吃的啊 不是锅地,马上拿出来的 嗯,但是就,差点意思 但是,现在纽约,它家本来也没汤吃 现在纽约也不让汤吃 无限期延迟 但是,今天那个市场那个讲话我没看啊 万一要今天又突然开放了,咱也不好说 咱也就是,如果你爱吃北方风味的包子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这比方说,江浙那一带 江浙那一带,那个罐汤包呢 它呢,是油 然后,获得出来的,那个汁 这个呢,天津那路数就是葱姜水 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还不是天津这个路数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山东那个路数的 就是山东大包的 山东大包那是什么呢 就是它那个,那个包的就不是那种发面的 然后里边都是那个大肉片 然后,那大白色叶,都比较粗犷 那一嚼的时候吧,也是有汁水 然后,哐当咬到一口肉的时候,特别有那种成就感 像吃着彩票一样,我喜欢那个口感 但它这个就特别细分 有这么个包子吃,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希望这段有声音 如果这段再没声音,我就后期配音了 那就对不住您了 因为我实在再吃不下去另外一个包子了 好,这段到这儿 我不 Nike,不客气 不然是因来,不然不客气 太监独肯定了 因为太子肯定了 那么一点,小 bonding